OK Hello 大家好 很高兴来到科普看分享 今天是由谭崇康和谭博给大家带来的分享 主题内容是一个1.5万节点的大型K8S集群的构建管理经验 我是谭崇康来自白鱼集团 我将分享一些我们在这个工作过程中的一些经验和教训 今天的分享内容分为两部分 首先我来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为什么需要构建一个这么大规模的一个K8S集群 以及我们如何构建一个这么大规模的K8S集群 接下来呢第二部分将由谭博和大家一起聊一聊 在构建大规模K8S集群里面的一些性能的优化技术 OK 那我们开始第一部分的内容 很多人其实会奇怪啊 既然社区对K8S集群的规模有限制 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构建一个这么大规模的K8S集群 其实有很多的原因啊 我这里列了几个啊 我相信在很多大的公司里面都会有这些共情的原因 首先是超级应用 其实很多社区包括大公司其实都会面临着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APP越造越大 以蚂蚁集团自身的例子来说呢 我们其实有一些超级APP 可能当个APP的规模都超过万几POD 甚至达到两万几的一个POD的这么一个规模 那么我们其实可以这里做一个简单的计算啊 对于一个两万POD规模的一个APP而言 那如果它的经典的一个规模是4C8G或者8C16G的话 那么当APP的一个资源的需求 我们换算下来可能就需要超过一千台机器 甚至呢 对于机器小一点 甚至要达到两千台机器的一个规模 当然这里隐含的一个条件是说 我们在我们的集群演进的过程中 不需要应用去做一些应用架构的调整 以适应底下基础设施的一个变化 这就会让我们需要提出的要求是说 让我们需要保证KPS接口的不变 第二个主要的原因呢 其实是出于成本的考虑 比如说我们为一个两万POD的这么一个Task 专门给一个小集群的话 那么给我们的优化的手段就会很受限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小集群我们就没有办法通过各种优化的技术 去达到一个更好的资源利用率 那在这个话题方面呢 大集群有一个天然的优势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高级的调度手段 比如说混步 比如说分析调度 来达到降低整个公司的运行成本 对于成本的考虑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当然第三个方面呢 其实受限于公司的一个应用的一个体系架构 很多对于很多公司而言呢 其实都会有这么一个需求 可能出于数据本地化访问的一个考虑 或者流量本地化管理的一个考虑 会构建出来各种各样的一个应用的架构 比如说虚拟数据中心啊 或者一些相似的架构 那这些架构的设计呢 就导致就会有一些要求 那这些要求可能是要求相同的一个逻辑架构里边的应用跑在同一个集群上 那这就会给底层的集群增加一个很大的一个规模的需求 基于上述原因 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蚂蚁集团呢 其实一直维护着 业界最大规模的一些K8S集群了 最近呢 因为业务的需求 这个规模对我们又提出了一个更加 更加大的一个挑战 就是我们需要构建一个1.5万节点 40万POD 100万CR这么一个超级大的一个K8S集群 那么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在构建这个集群的过程中的一些思考 那么我们如何做到这个规模呢 首先基于我们在蚂蚁集团在K8S领域的一个长时间的积累 以及我们对于K8S请求模式的一个了解 我们最终的判断是这个规模是可达到的 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去达到这个规模 如何逐渐达到这个规模呢 从路线来讲 我们通过请求模拟 通过压策 通过防针 再加上在线评测 再通过逐渐上线的这么一个模式 首先对于请求拟合来讲 我们是要求所有的请求拟合 都是基于真实流量的一个拟合 那么对于性能的一个评价来讲 我们采用了基于SIO的性能批价方法 有了请有了流量以及性能评价的方法 接着我们是通过全链路的一个加压策 找出链路中的一个瓶颈点并优化 最终将这些优化的措施逐步 在应用无损的一个条件下 逐步上显到我们当前的一个集训体系中 那接下来我将逐渐介绍这四个方面 我们是怎么做的 首先对于真实流量拟合 这个方面其实是我们非常重要的 其实也是我们整个关系到 整个工作的一个成败 我们知道在K8S集群里边 我们有很多的请求 各种各样的一个请求动作 包括像list 包括像get put 以及像update 这些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一类是list 一类是read 一类是write 那我们选取了集群 就是我们某一个集群的一些组成的情况 可以看到在集群里边 大概有80%以上都是get的请求 那剩下的18%是write的请求 那接下来list的请求占的更少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请求的组成方式是不一样的 当然从请求的消耗的角度来看 这个比例又是完全倒过来的 虽然list的比例比较小 但是list对于K8S的一个资源消耗是最大的 那接下来是write的请求 这两个都会远大于get请求 所以我们要对集群里边的流量进行模拟的时候 我们需要综合考虑到各种资源的不同 以及请求流量的不同 资源的不同体现在资源的大小 请求流量的不同 我们刚刚提到了 体现在请求的请求量不一样 那 有了这些请求不同的一个比例之后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请求工具 压力模拟工具 从不同的角度去拟合线上的一个真实流量 那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选起来像list watch get patch post delete 五种动作来模拟整个集群中的请求量 然后通过pod crpvpc的资源 来模拟请求中的资源分布情况 有了这个模拟的手段之后 我们可以通过线下模拟的一个环境 跟真实的集群中的流量做对比 看一下我们模拟的一个真实程度 我们选取了一个在线的集群 通过拟合的方式 我们在资源的拟合 资源分布的拟合达到80% 在动作就是请求方式的拟合达到 接近80%的这么一个情况下 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资源的使用量 就是cpu和memory的一个使用率的一个相似度 我们请在我们的测试集群和真实集群 能够达到80%以上 同时在请求的latency的情况下的相似度 可以达到85%以上 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有了这个接近真实的一个请求流量之后 我们就可以接下来对集群去做模拟压测 在做模拟压测之前 我们需要明确一点 是我们如何去衡量集群的一个性能 K8S集群的性能 其实在社区也是一个研究了很长时间的一个话题 目前的请求性 目前的集群性能 是基于SLO的方式来进行评估的 这个表格里面呢 其实就是列出了社区里面 对于K8S集群的一个请求性能的一个标准 总结来说呢 其实分为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对于当资源的一个读写请求 要求P99的一个延时小于一秒 当然对于List请求呢 就有分为Namespace和Cluster 两个级别的一个限制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呢 这个限制其实分为两点 第一点来说呢 我们认为这个限制其实是非常严格的 尤其是对于大规模集群来讲 1.5万规模的一个集群 它的规模已经大于 社区标准的一个三倍之多 在这种情况下要达到 社区的这么一个疫苗的一个标准 其实还是很难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 这个标准其实代表着用户的体验 用户对于K8S的一个性能的请求 其实不会随着我们集群规模的一个增大而降低 所以这个方向也是我们需要去追求的 OK 那接下来说全链路的一个压策 有了模拟流量 有了我们的性能评估 之后我们怎么样来做全链路的一个性能的优化 我们都知道1.5万节点的一个规模 相当于社区规模三倍之多 那在这个情况下 调整其实也是全方位的 那意味着我们的 我们的性能优化手段也是需要是全链路的 这里全链路包括像APS Server ETCD Client以及一些其他的优化 APS Server这一侧 其实主要是针对APS Server 当前的一个请求的一个Cache的情况 我们都知道 对于APS Server的请求 APS Server里面存在一个请求Cache 用于降低List请求对于底层的一个冲击 那么这个Cache的使用率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优化的手段 当然还有一些优化的手段 后面谈播会给大家做更详细的介绍 对于ETCD来说 ETCD的优化手段其实非常的多 像ETCD的拆分 就是社区里面非常常用的优化手段 包括ETCD读写性能的一个优化 我们都知道ETCD是一个多读少写的一个数据库 在这种情况下 写性能一直是一个大的瓶颈 通过我们的优化 ETCD的在蚂蚁集团里的写性能有个大幅的提升 当然还包括ETCD的数据压缩 以及数据的治理 在客户端方面 客户端请求方面 我们通过客户端的一些经典的优化 能够降低客户端的一个请求 同时也通过客户端的一个负载精困 来降低对于当APS Server的一个冲击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优化 像一些更好的存储的硬件 像MVMe给ETCD能提供很大的性能加持 像我们去降低各个组件的一个监控 Matrix的一个量 来降低组件的一个执行的一个压力 以及我们通过合并请求 包括资源的压缩来进一步提升集群的性能 至于对于全链路来说 对于KPS来说 都是一个端到端的一个性能请求 有些是对于大规模集群来讲 这个性能会更加的重要 任何一个环节的性能短板 都会给整个集群带来很大的一个冲击 OK 刚刚提到了ETCD的一个性能 我这里取了两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 我们对于ETCD的优化的过程中的一些考虑 首先基于ETCD的一个体系结构 我们知道ETCD的一个请求的latency跟ETCD数据量的大小 其实有一个很直接的关系 这里呢我们其实列了一个数据 其实想告诉想说明的是 我们通过对于ETCD数据量的一个优化 数据通过缩小ETCD的一个数据量 能够达到像get、update、delete、create 这些全系列的一个请求都能 latency能够降低到原来的一半 这就相当于我们的性能有了成倍的一个提升 另外一个呢对于ETCD很重要的是说 ETCD是整个KBIS机群的一个数据基础 那我们在这个ETCD优化的过程中如何能够做到在线去升级 在线去拆分而不影响到集群中已存的应用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这里我举了一个例子 以ETCD的拆分为例 我们在拆分之前 Client端到APSR端到ETCD端 整个资源的RV其实是一致的 那随着ETCD的拆分比如说我们把POD的ETCD拆分出来 那POD的ETCD会出现一个更小的RV 就会造成整个Client端的ListWatch请求机制的一个失效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需要有某些技术手段去能够触发Client端 做一个List的操作更新ETCD的RV 从而达到整个恢复ListWatch机制的一个功能 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呢 我们也是设计了很多技术方案 最终能够做到整个ETCD拆分过程中 包括ETCD升级过程中 应用无干扰这么一个效果 其实说起大规模集群 很多大家的关注点都在于性能 都在于我们如何达到这么大一个规模的集群 其实对于企业来讲 稳定是压到一切的 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做到真正的应用无大脑 流量无损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这里会涉及到三个方面 具体来说刚刚提到的像ETCD 这个是数据的基础 任何ETCD的一个fail都会造成非常大的干扰 包括API Server的一个升级 以及运行时的一个高可用 就是应用 就是我们的集群规模 达到了这么大规模之后 我们的限流 我们的熔断 包括集群的高可用方案 如何去调整 以降低整个集群的风险 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OK 接下来由唐博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一些更多的技术优化的一些技术细节 大家好 我叫唐博 来自蚂蚁集团 接下来由我来为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在K8S规模化进程当中 做的一些具体的优化点 我将从API Server Webhook Controller 这三个方面来进行分享 首先我们来看API Server的一个简介 API Server是K8S外部和内部组件 进行访问和沟通的一个枢纽 由左边这张图可以看到 API Server从下到上 分为不同的模块 最下面的存储模块 是用于API Server 来访问ETCD的一个模块 API Server会对ETCD进行 例子握纸和CRUD 在此之上是缓存模块 API Server的缓存模块 是为API Server里面的不同资源 Pod Node Service等等 提供了一个缓存机制 在缓存层这个基础上 是这个Registry 也就是注册表这一层 这一层是为了API Server 对于Pod Node Service 这些不同的资源 以及CRUD 这些不同的请求 进行一个特定的操作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在创建Pod的时候 API Server会为Pod 设置它的Creation Timestamp 在这个Registry之上 是一系列的Filter 组成的Filter Chain 这里面包括认证健全 还有各种线流 比如说社区的APF 以及审计 还有流量控制 类似于GoAway这种Filter 在这个Filter Chain 在上面 就是API Server 对外暴露的各种API 包括API V1 这个健康检查 还有Matrix UI等等 那么总体来说 API Server具有三个功能 首先是它屏蔽了底层的 这个一体CD的存储细节 并且提供了一个缓存机制 在缓存机制的基础上 又提供了 Lease by Label Lease by Field 这种不同的访问功能 第二点 是API Server对外暴露了 这个关于集群内 不同资源的标准的 CRUE的接口 这是API Server的第二个功能 第三点 是API Server提供了 一个LeaseWatch原语 通过这个LeaseWatch原语 K8S集群内部和外部的客户端 可以准时时的与API Server 进行数据同步 并且可以最终与ETCD里面的状态 保持一致 就是达成一个最终一致性 这个是API Server的一个简单介绍 那么在规模化这个进程当中 API 让API Server来支持 如此大的一个规模的集群 相对来说 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这个复杂度呢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是集群的规模很大 其次呢 是集群里面的各种资源的量很大 比如说POD ConfigMap Service Endpoints 这些量都很大 第三点呢 是集群内部和外部的各个组建 会对集群的各种资源 来进行一个频繁的更新 也就是集群里面的 这些资源的变化率是很大的 第四点 是集群中各个资源之间 也有一个相互的依赖关系 比如说Service和Endpoint 比如说PV和PVC 由于以上的这些复杂性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从外部来对APService 进行一个系统的梳理 相对来说是比较难的 所以呢 我们就采取了反其道而行之的方法 由内而外 对APService进行分层 然后在逐层进行优化 这个分层和上一张图呢 有所类似 从下到上分别是一体CD 然后这个存储层 缓存层和这个访问层 其中一体CD这一层呢 当然是一体CD需要给APService来提供这个SFO的保障 同时也有一体CD的运维的保障 当然还有包括一体CD的其他的一些优化 比如说写优化 比如说Multi-sharding的一些优化 在这个一体CD的基础上 存储层 我们对APService进行了一些优化 这些优化点呢 包括APService写入一体CD的时候 guaranteed update 如果出现这个resourceversion的冲突 会有一个 重新get重新写入的过程 但是在集群变化率特别大的情况下 这个resourceversion的冲突是非常大的 为了减少这个冲突 我们增加了指数退币 这是存储层的这个优化点之一 当然还包括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对于写入ETCD的数据大小进行压缩 在存储层之上的缓存层 相对来说是可以优化的点比较多的一层 在这一层里呢 我们进行了逐下的一些比较有具代表性的优化点 比如说Washita是大小的动态调整 比如说List的操作的一些优化 比如说这个对于集群中的常用资源 和非常用资源增加索引这些优化 在缓存层之上的这个访问层 访问层相对来说优化点相对散一些 就是我们会对其中profile出来的一些热点来进行优化 比如说这个节点健全它的性能问题进行一些优化 还有这个matrix的数量太多 然后来削减matrix这种优化 那么接下来呢 我将分层介绍其中一些比较典型的优化点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缓存层的优化点 缓存层这边相对来说比较有代表性的 两个优化点如右所示 左边呢是API-3缓存的一个大体的架构图 API-3里面的缓存 对于每一种资源都提供了一个watch cache的这个结构 watch cache呢分为上下两个部分 上边是一个现成安全的map 这个map包含了一些索引 比如说node name的索引 namespace的索引 以及其他一些我们希望的label的索引 在下面的一部分呢是这个watch cache event的一个数组 这个数组缓存了从resource version A 到resource version B的一个watch cache event里面的数据 那么这个数组的大小 对于API-3的稳定性来说呢是至关重要的 比较小的这个watch cache的数组的大小 会造成各种客户端在访问API-3的时候 由于resource version已经不在这个数组里面了 就会产生这个API-3返回这个to-old resource version的错误给客户端 并且客户端呢收到这个错误之后 还会进行重新的leasewatch操作 这个leasewatch操作 进而对API-3会产生更多的负面影响 对 这个是watch cache里面的这个数组的影响 第二点呢我们做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优化 是说给这个watch cache增加了用户常用的索引 就是我们对于API-3的日志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并且根据日志提取出来了用户的访问模式 然后在这个watch cache里面 根据用户的访问模式 对特定的标签增加了相应的索引 这里边的一个数据是说 当集群里面pod的规模在10万个pod以上的情况下 我去list a pod list by label这个pod 有没有索引的情况下呢 response time会有40倍的差异 所以可见就是增加了索引 对于客户端访问API-server的这个RT的提升 还是非常巨大的 接下来呢 是这个刚才说的API-server这个watch cache动态调整的 这个优化点的更详细的一个解释 就是刚才也说到了API-server这个watch cache的大小 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太小的这个watch cache会造成 左边说的这个leasewatch to-order resource version的这个负面的循环 这个负面循环呢 进而会加重API-server的压力 如果太大的watch cache size呢 它也会就是消耗API-server的很大的内存 因此对于这种大规模集群来说 为了保证它的稳定性 我们需要选择一个合理的watch cache大小 这个合理的watch cache的size的大小呢 就是根据这个集群中 这个资源相对的相应的这个资源的变化率来设定的 同时我们也对这个watch cache大小动态调整的这个方法进行了优化 那么在这个我们这个比较大规模的集群当中 可以看到优化之前 Pod和Node的to-order resource version 如上面这张图所示 会分别到500到1000多这个规模 就是每分钟 那么在我们优化之后呢 可以看到这个Pod的watch error to-order resource version这个error 会从1000左右下降到700左右 然后这个Node的watch error呢 也会从七八百下降到接近于零 就是几乎消失了 那么整体来说 这个集群当中list操作的个数 会从4000多个每分钟下降到接近3000个每分钟 也就是每分钟会有1000多个lease操作的减少 这个对于API server 对于我们整个集群的稳定性来说 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的 那么在缓存层之后呢 是这个存储层和这个接入层的一些优化 典型的优化点的介绍吧 存储层就是在guaranteed update里面 会触发这个resource version的冲突 而导致update不成功 那么为了避免一些冲突 我们就是在这个transaction之后 如果它发生冲突 我们就加入指数退币 这样大大的减少了集群中的这个 guaranteed update冲突的情况 另外一点呢 右边这张图呢 是说这个API server对于Google 访问集群中的资源 会有一个node authorizer 就是节点健全 这个节点健全的功能呢 会在API server内存里面 构建一个比较大的图结构 这个图结构 随着集群资源量的增多 它的更新也会逐渐变得缓慢 那么我们发现了这个 性能问题的之后呢 也是进行了一些优化 就是同时也发现了社区的方案 就是我们也是根据社区的这个方案 来进行了优化 并且解决了这个性能问题 接下来呢 我来分享一下webhook相关的优化 在大规模K8S集群当中 webhook的性能 对于整体的稳定性 以及整体的性能来说 也是至关重要的 下面我们来看这个 一个典型的优化点 就是API server在访问webhook的时候 特别是这个mutating的webhook 这个mutating webhook会对patch前和patch后的 两个rentime object 来进行一个地规的对比 就是会对两个对象的各个子字段 进行地规的这个reflect.dpico操作 然后来生成这个operation的数组 这个operation的数组 就是它即将patch回去的这个操作 那么在生成这个即将patch回去的操作的时候 我们通过火焰图发现 就是这个vr.createpatch函数 实际上耗费了大量的CPU时间 那么针对这个热点 我们进行了一个优化 就是在生成这个patch的operation数组之前 我们先去对比patch前和patch后 两个rentime object 它的byte的数组的情况 以此来降低这个后边的非常多的这个地规的dpico操作 那么在我们优化之后呢 可以看到这个patch的数量 就是基本上可以削减到10% 也就是削减到90%以上 所以说这个虽然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优化点 但是效果看起来还是非常明显的 除了webhook之外 controller的性能也是至关重要的 在我们的大规模K8S集群当中 主要有三组controller 分别是K8S自带的这个原生的 cuba controller manager 第二部分呢 是这个蚂蚁集团里边各种原数据的controller 第三个就是各个业务方的controller 包括大数据的controller 信息学习的controller 以及pass的自己的controller 那么针对如此种类繁多的controller 我们采取的优化手段 也是以不变硬斑变 由内而外的来进行优化 那么整体来说呢 我们优化这些controller的方法论 就是如右边所示 首先是删除不必要的controller 对于APS server的调用 其次呢 是合并一些相似的APS server的调用 第三点是说 对于这个pod 它的整体的创建或者删除链路 我们综合考虑多个组件的功能 然后通过多个组件的配合 来依次降低controller 对于APS server的调用 第四点呢 是专门针对各个业务方的controller 我们来规范这些controller的使用方法 以此达到最优的对于APS server的调用 第五点是针对这些各个组件里边 非常多的matrix 来进行这个matrix的优化 比如说调整 histogram类型的这种matrix的bucket size 第六点也就是相对于底层一点 就是优化这个controller runtime 还有这个client go 那么在这些优化controller的方法论的基础上 我们也是对于这个controller 进行了一个比较大的性能提升 下面有一些优化点 这里边就不具体介绍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优化结果 首先是APS server 基础资源上呢 CPU是略有降低的 但是内存却是有所增加 这个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动态调整 watch cache size的大小会消耗一定内存 这个也是我们预期之内的 通过少量的内存增加 来换取了整体集群的稳定 右下角这张图呢 是之前展示过的这个watch arrow 还有lease operation数量的减少 就是可以看到在这个大规模集群中 每分钟会有1000个以上的lease操作减少 对这个对于稳定性来说 还是有很大提升的 那么接下来来看一下整体的rt的提升 就是这张图从左到右 分别是patch post put delete 四种写操作的p99 p90和p50的延迟 有这张图可以看出 这些延迟分别有 大约30%至60%的降低 就是由此也可以证明 我们这个整体的KPS的大规模集群 也在向着高效和稳定的方向发展 接下来呢是未来的一些展望 优化一个大规模的分布式系统 无外乎其实可以总结出三点 第一点呢就是提升这个系统本身的架构 来提起 借此提升它的性能和稳定性 第二点呢是这个管理 访问这个系统的各种业务方 各种外部的流量 并且去优化它们的使用方法 还有它们的架构 第三点呢是去优化我们这个分布式系统 所依赖的服务 那么对于KPS 对于KPS大规模集群 这种分布式集群 这种分布式的架构来说 首先我们需要有SIO的牵引 这个SIO包括API Server的RT的SIO EDCD的RT的SIO 以及交付给用户的这个POD 它POD在创建和删除的时候 整体的耗时的这种SIO 在这些SIO的牵引下 我们会去对API Server EDCD Operator 还有这些各种的 业务方的Operator 以及这个我们自己的调度器和Cublet 会去全方位的进行优化 并且我们希望最终可以达到的是一个可量化性 也就是我们KPS集群中关键组件的CPU内存消耗 以及对外暴露出的这个客户端访问API Server的这个RT 还有用户在创建POD删除POD的这个交付时间 我们希望它都是一个可量化的 可以从集群规模 可以从这个集群的访问量 例子CRU的访问量 POD的个数这些 来进行一个确定性的量化 所以我们不光希望给用户提供的是一个 高稳定性高性能的集群 我们也希望给用户提供一个确定的集群 好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聆听 谢谢